后话题来看到公路总局推出的新制车牌 其中有24组的英文马被认定是敏感或不雅的禁词 包含代表国民党民进党的缩写 还有猫cat 还有这个蚂蚁等等的动物英文 甚至是连哭泣cry都被提出名单 让网友觉得公路总局管太宽了 出动一整排粉红色李车 车牌520取谐音我爱你 不少人喜欢利用汽机车车牌的数字英文藏玄机 但其实有些被禁用的车牌码有钱也买不到 因为公路总局针对汽车车牌前三码的英文有禁用限制 不仅脏话谐音不能用 其他像是代表国民党民进党的缩写 还有动物系列包括cats 猫 and 蚂蚁也不行 广大猫奴们哭哭 甚至连哭泣cry也被提出名单 令人摸不着头绪 被禁用的车牌英文码多达24组 cry跟cat这种都很不合理 动物系列有点不懂微微的管太宽 车牌只是一个车标识它的名字 不用想这么多 你既然这两个政党进 那其他的政党要不要也一起进 cry吧 这个字没有太多的不雅或者是针对性 部分车牌英文码因为被列为不雅词 或是敏感字眼而被禁止 也让公路总局政策在网路上掀起热烈讨论 有一些外界的声音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编码方式 是不是可以再有检讨或是调整 我们未来做一个研究 新制车牌2012年上路 随着时代变迁 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放宽限制 毕竟车牌号码